欢迎来到历史课站,我是梅丽 1972年2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飞敌北京 开启了破冰之旅 周恩来总理在机场 为其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天晚上 周总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国宴 也让尼克松和电视机前的美国人 大开眼界 中国菜今天已经遍布全球 任何角落都可以找到中餐馆 但是在那个时代 却相当稀少 所以当时西方人对中餐 还是非常陌生的 美国新闻媒体对这场晚宴 进行了实况直播 美国人看到周总理 像个谦谦尊者 亲谦热情的给尼克松 夹菜碰杯 那份真诚好客的周到之情 透过电视屏幕都能感受到 美酒是宴会的灵魂 周总理特地为美国客人 准备了筑存三十多年的茅台 当酒瓶一打开 一股浓郁的酒香 瞬间飘满宴会厅 一些美国客人不禁发出惊呼声 尼克松来华之前 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曾经告诫过他 中国的白酒非常酷烈 西方人不适应 尽量不要喝 象征性的沾沾嘴唇就行 但是尼克松却被周总理的热情好客 深深打动了 心情特别好 对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的敬酒 他都来者不拒 很快脸色就有点发红了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有点担心 怕他一会儿发表住酒词时出洋相 就一个劲的朝他试眼色 但尼克松假装看不见 还是开怀畅饮 来者不拒 周总理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 不想让尼克松喝太多 就笑着介绍说 茅台酒是驰名中外的好酒 大家知道吗 它可是有五十多度哦 美国客人一听都十分惊讶 周总理又拿过一个小碟子 倒入一杯酒 用火柴点燃 顿时碟子里生起一团幽览的火苗 美国客人再次发出惊叹声 尼克松也瞪大眼睛 惊奇地说 这简直就像阿波罗飞船上使用的 酒精燃料一样啊 太神奇了 尼克松访华大获成功 中美两国 打破了历史兼兵 签署了联合公报 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尼克松总统本人也收获满满 因为周总理专门送了他一箱 盛好的茅台酒 尼克松回国后 还兴致勃勃地向女儿女婿 讲述在中国的建文 一家人用餐时 尼克松又品尝了茅台 还向大家卖弄他从周总理那里学到的 小戏法尼克松拿来一个碟子 倒了一杯茅台酒 可是美国人喝酒用的酒杯太大 结果酒到多了 撒出来不少 撒在桌布上 尼克松也没有发觉 等用火柴点燃碟子里的酒时 火苗一下子在整个桌子上燃烧起来 大家慌了急忙扑打火焰 可是火焰非常旺盛 一时扑不灭 尼克松的女婿就拿起小型面火器 一顿折腾 连白宫的保安都来助阵 总算制止了一场火灾 这个小花絮被媒体报道后 顿时成了美国人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料 既嘲笑尼克松的不靠谱 也惊叹中国的茅台酒质量太好 多年后 基辛格再次访华 邓小平设宴款待他 当看见茅台酒时 基辛格又想起了尼克松的故事 就给邓小平等人讲了一遍 笑着说 当年周总理送给尼克松一箱茅台 差一点把白宫给烧了 大家听后也都哈哈大笑 好了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